- 大家好,我是魚寶寶,歡迎收看魚寶釣下去 - 跟著蝦妹拜師學藝 最近天氣變冷了,很多人都在問 天氣變冷,蝦子到底會不會窯礦不好呢? 今天我們就幫大家實際測試 來到了士林的放蝦釣蝦場 聽說這間電腦場是十月新開幕的喔 剛剛我進去偷看一下裡面的環境 發現裡面乾淨又明亮,人潮還蠻多的 等一下就來幫大家試試看 今天天氣變冷了,搖礦好不好呢?走! 第二條情況我就聊,大家看他釣得那麼辛苦 你們知道我們拍拼有一個魔咒嗎? 就是如果他釣得好,就會釣得不好 如果他釣得不好,我就會釣得很好 所以說不定這個小時 我會釣得很好喔 還有,我有號了 蝦子生生,太用力了 想說沒有跳 但我現在自己會解開草莓,可能 真棒喔 但至少放下去有生長生長的開始 我先來測試一下水平不平 嗯,如果天氣變冷水有點不平 剛剛那個也想要掉放嗎? 來看一下 剛剛放下之後,很多人就起來了 不知道好不好 但這裡其實兩隻都是公蝦吃 所以我覺得應該蠻符合我的口味吧 這裡有蝦子 我剛剛摸到他的腳 反正我今天的目標就是釣營它 而且我們還沒有牽了 就是在哪裡 就是這裡 看我吃是在哪裡 我不是要吃全港嗎? 還烤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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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都沒有勾子阿,兄弟 都沒有勾子阿,兄弟 東西勾勾子阿 第一次先打到零大便 很薄喔 很薄的位置 放下來 第一子 這個十六擋在我面前 太大了 不太會跳 所以我就以為 它沒有警覺性 看來是有沒有警覺性 可能也是因為這邊太多吧 你知道我甚至昨天晚上 沒有人夢到這個 然後我夢到那種 那個掉下去很好 是我一掉 然後裡面就一大欄給我掉下去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知道我剛剛摸到的 它是低球嗎 就邊邊有耗啊 唯一有耗啊 但是你是沒打到 我是到水面噴掉 那就是不讓下 我是沒得讓啊 沒有 它起來都不跳啊 我想說要穩了 穩了 穩回去的 你幫我調飄看看好不好 調飄什麼調 往下調 對啊 往下調啊 一手抓著眼線 往下拉 拉這樣 調飄看看 這是怎樣 還在 會起下就不錯了 有 打到雷達片 後來 那你說吧 要改一個方式 飄飄 我剛剛打到那兩隻 好像就打到不對的位置 所以我才想說 調飄看看 這是我第一次釣飄 後來 老闆娘招待 招待 招待妳 謝謝 我幫妳上菜 太幸福了吧 還釣蝦還有炸物可以吃 那為什麼 Google評論還送半小時喔 那為什麼每次都妳釣的時候 福利魚比較好 因為我長的甜美可愛啊 妳得人疼喔 但是當然 這裡Google打卡 送半小時或炸物一份喔 哈 好香喔 很輕 不得 不過我們家族叫不好 沒有關吃 我們那些是有吃飯就夠了 你可以不要邊吃邊講話 看金魚花超QQ 它這裡呢是兩碗水承在開單 然後它兩匙都是一樣的食物 我剛才有詢問過 就是兩匙你可以去看位置 正吃啦 第一隻正吃好 快點丟錯網子丟到差點 後來 後來 快快快 開始抽抽抽囉 到了下下下的吃飯時間 到了下下的吃飯時間 第二隻正吃 第二隻正吃 快快快 耶 正吃耶 對美 三隻都正奇 你好咧 好好好 你好 有了有了 勾到 勾到網子吧 勾到網子吧 是你喔 雙勾啦 雙勾 花小 不要吃 勾網子加勾那個 一個勾大網 一個勾小 小子 小子 我浪那麼轉了還掉 找走 噓噓 我剛剛那個是不要浪就好了 一定要浪 如果我浪了它就跑走了 這個你角度變了 我都要起來了 不要想說不浪會 比較容易起蝦 通常不浪比較容易噴 我覺得這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因為這裡池子比較大 所以蝦子應該過得比較爽 三次都放它走 大家說挑拖 你不會生 好啦釣完啦 我們來斷一下吧 來斷一下我們 我釣幾隻 好像不是太理想 我應該釣七隻 屬於六隻我 六 七隻 七隻 但我剛剛有那個 放牆 不然我釣比你多很多 好啦釣完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釣的後心得 我覺得因為它這間是舊堂改心的 就它整體的環境滿舒適的 加上它現在的活動呢 可是你只要Google評論呢 然後就可以得到 炸物一份 或者是加半小時 我覺得這個活動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剛剛也有Google評論 然後加半小時 那今天呢 雖然呢 知數沒有想像中的理想 但我覺得蝦體比較大隻 所以我們兩個小時呢 掉喔 一斤半 其實也有合格啦 只是我們 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 我們來的時候其實也蠻多人 聽說它這邊是開門場 跟晚上九點過後會比較好 所以呢 雖然我們今天是真的是 沒有參加活動場的時間 是正常的做掉的情況下來 幫大家試試看 所以呢 如果有經過外霜室的朋友呢 也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囉 然後它這邊也是近年的吊花牆 所以很適合全家大家一起來玩喔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